HELLO 大家好 今次影片的目的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巴哈看到一個POST 其實它說一個人都可以 只要你有兩個帳號都可以自己 怎樣說 自己開場給自己 我就特地試一下 這個是一個究極 那你不行的 其實那個方法就是你開完場 之後那個小號進去 因為人數不夠的關係 他就問你是否真的出發 在點確定之前那個人走了 那就行了 那你找個第二個關示範 我試過幾次究極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特地試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試一個普通的極 即是那些四星關 等一下我正在進去 OK 那他走了 你發覺是可以的 我試過這個 我試過這個 素材慾那些都是可以的 但唯獨是究極 和剛剛那些面對面的究極 總之是究極就不行 那據這個巴哈的人說 超絕都應該可以 因為他說 第一天那個大黑天那個 他都是這樣打 就是這樣開回來 還有特點大家可以留意到 是有個秒數的 你見四個人都是我 但是他都是會倒數的 那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倒數完了 是否真的會好像正常情況下 這樣倒下一個 還是他那個是假的倒數 因為四隻都是我的 理論上是不應該有倒數的 是你偷開豬的你明白 你明白我說什麼的 但我是被試過偷人豬 很苦心自問 那第二個實驗 大家可以看到 18秒 如果大家看到 我們認識螢幕 因為正常情況下 你跟人聯機 就算你認識螢幕 你也會照扣秒數 即是你玩Online Game 你不能按STAR 即是媽媽叫你吃飯 你暫停才行不行 但你玩OL 你知道怎樣暫停 你正在玩 但媽媽是永遠不明白這個道理 大家看到那隻 火天仍然的秒數是沒有扣的 即是說你是可以鎖螢幕暫停的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假的連線模式 這次的實驗主要是帶出這兩個訊息給大家看 主要第一就是它真的會倒數20秒 而第二你真的想不到怎樣動 你就關掉螢幕 即是你截圖完之後 你就放在小畫家 你慢慢想爆它 但你的螢幕就先關掉它 其實正常我覺得很少20秒都不動 即是很少想到要20秒 其實我自己就不會 即是你知我是不需要怎麼想 隨便靠感覺 所以20秒是一定夠的 但你要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我還沒說到一件事 就是你分身離開之後 4PLAY就會變成你第一隻 即是我第一隻就用八旗 那我的4PLAY就會變成八旗 另外那兩隻就跟回我的隊伍 其實這個有個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一大黑天打一隻 其實很少人掛有些素雷的角色 是非常煩的 我真的自問不太會用浩西打打天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的話 就唯有這樣做 那我的缺點就是 因為我打大一天 一是八旗 一是月毒 但如果兩隻的話 就非常難打 所以我的缺點就是 如果他只可以跟你第一隻 你就可能兩隻月毒 兩隻八旗很難打 但如果你放張飛坦幾 你就變成沒有極運 那就自行取捨 但我覺得還是會好過 你迫著選擇 那些不知所謂好友 都是在走投無路之下的選擇 大家看到好友那裡 都是不會加基本的 因為實際上你是沒有聯機的 這個應該是一個漏洞 其實 但是不是非法用這個漏洞呢 那我也可以咬 那我按確定那個人走了 不關我的事 那我 那一剎那我剛好按試的時候 他退出 那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是他自己走 所以其實見仁見智 但我就 在沒得選擇情況之後 我會用這個 這個辦法 但應該 官方不知道會不會解決 趁有得用就好 趁有得用就好 這次的影片 來到這裏 下次見 拜拜